第一個問題 補充一下時空式班的事 有網友就說 可不可以做一個時空式班 是沒有條件都要報讀的呢? 不可以 浪費人的錢 他學不到的 我們有些選擇性 所以我剛才說 五十歲以上 我都可以 你不用我學你 但我們不保證你能夠吸收 你真的不識字 又不懂去搜尋一些東西 你會麻煩一點 但他學到的 也有幫助的心境 但你想登堂日室 你一定有這樣的學歷 你要去追求知識 因為我沒有講完 留下很多東西 他們自己搜尋 去引證 所以我們希望多些年輕人可以報讀 給他二十歲 十多二十歲 他讀了之後 他起碼不會跌入社會陷阱裡 起碼知道自己的時間 如何安排 要做一些應該做的事情 以及有個鬥心 如果沒有鬥心很慘 最近幾天又有個工程師跳樓 有個工程師跳樓 有個工程師跳樓死了 二十四歲 他以後說他的身體不健康 學校教育又失敗 家庭教育又沒有人幫他打氣 社會教育又不強 你打開電視機 打開報紙 有哪一樣東西你學到的 你告訴我 沒有的 所以他反而香港教育是輸給國內的 國內 雖然他政治意識形太重 但他的學生出來是有鬥志的 他有些鬥爭之外 但你香港沒有 在這裏 社會是負輸了 你不做事就回去問父母 看獎拿錢 那你要依賴你便會去 這樣死的 有些是做責任 所以這個整個教育是要重整的香港 真的要重整的 全部重整 由小學開始要重整